剛剛是長到手臂有兩根骨頭 然後人體還有一個地方 也有兩根骨頭組成 那就是我們的小腿 就是有筋骨跟肥骨 那我今天要跟你講一個 全世界大哲我會跟你講的一個冷知識 就是這個肥骨到底是要幹嘛的 你只要有兩根骨頭的結構 它其實就是用來做這樣的旋轉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小腿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旋轉 像是一些牛啊 馬啊 這種四隻腳的草食動物 牠只會往前跑 牠的肥骨其實就已經退化掉 因為牠的腳不需要做旋轉的動作 那像是星星的話 牠的肥骨就比較發達 你問一下那人類 人類的話大概就介於中間 就是你的肥骨還是有功能 但是功能不大 我們在做腳踝的背曲的時候 你的肥骨還是會做微量的轉動 那其實轉動還是有一些意義 就是說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地板對腳底會有一些扭力 那這個小小的轉動 可以去吸收掉的扭力 不會讓我們的骨頭 或是韌帶去承受太多 像有些人他們腳踝扭到之後 牠的肥骨變得比較緊 肥骨變得不會動 那導致於牠的背曲角度受限 那有另外一種情況 像我自己就是因為我扭傷之後 我的肥骨緊起來 然後沒有辦法吸收掉這個扭力 那導致我的肌蓋韌帶 反而會承受比較多的壓力 那這樣子我的ITB 為了要去COPP 我的卡金素 為了要去穩定我的膝蓋 那牠會變得 換成牠變得比較緊 那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曾經扭到過腳 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的肥骨的活動是否還正常 那如果有因此 導致你的外側比較緊的 也可以去放鬆肥骨 然後再補充一個姿勢 這一定要強制扭銷 青蛙的肥骨已經完全退化 這樣子 白雞 那我問你 剛剛聽完之後你覺得 肥骨在腳踝到底扮演什麼功能 呱